记者庄佩仪台北报道,日本搞笑女星杜鞭指美金26,来台,宣传代言的爽身敬畏记得她,不仅敬业在大热天下身穿掌袖,还奔来跑去,大玩情境题,期间被主持人Q当课堂中举手发言的学生时,她更马上举手用台湾国语枪大喊,老苏。 笑翻全场外,也经见她的腋下一点都没看字,令人感到相当惊奇。 被问到约会前的三步骤时,她思考了一下,笑说会先把脚毛等体毛刮前镜后,再喷上像巴啊这种香香的致汗剂,最后一个步骤,因为很容易肚子饿,所以会先吃顿饭,才算准备完成,能真正出门约会。 随后她也坦言,等等结束后,一定要去吃一家想吃很久的臭豆腐店,展现可爱真性情。 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记者会,记者陈一宽社,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记者会,记者陈一宽社。 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记者会,记者陈一宽社。 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者会,记者陈一宽社。 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者会,记者陈一宽社。 杜鞭之美出席巴雅爽身敬畏纪记者会,彈一宽社。